这下人都到齐了 这个地方风景真漂亮啊 和命运的再会这个主题很配吧 那么该准备开始了 不论结果如何至少已经看到了转机 这段时间整座蒙德城都背负了太多 只是到头来解决问题的 却是旅行者和一个歌手 骑士团勉强算是有些苦劳吧 好了好了 大家都站开一些 城市间最好的音游诗人 要开始拨动他的琴弦了 是你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是吗 难道是我看错了吗 你的眼神像是在回忆这首曲子 他们真的能够交流 啊 没成的 不要被他骗了 可怜的龙 他早就已经抛弃了你 看 现在他又要再来欺骗你了 巴巴托斯 仇恨啊 愤怒吧 你已经与蒙德为敌 无法回头了 这些人 是跟你一起来立杀的吗 不是这样的 这条龙 该去侍奉他真正的主人了 哈哈哈哈 你们就继续留在这里 哀谈自己的故事吧 特瓦琳 巴 温迪阁下 请注意保护好自己 哈哈 其实你不是现在的 我现在才猜出那个身份的吧 请 不过 谢谢你继续用这个名字叫我 听空之琴怎么样了 还能弹奏吗 或者 还能用龙的泪地修复吗 嗯 坏成这副样子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了呢 但首先要让罪魁祸首付出代价 如果不能击败腐蚀的源头 就无法减轻特瓦琳所受的痛苦 那么 我召集侦查骑士来追踪 不必了 不久前 我在四封守护的神妙遗迹 亲手斩杀过他的一只同类 诶 是什么时候 想要追踪那些怪物的话 可以借助我的情报网和手段 迪卢克 虽然讨厌骑士团 但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守护蒙德呢 小派蒙的语气 突然变得溺爱了起来 哼 总之 等我消息吧 我要让他们明白 不论深渊教团再怎么无法无天 在蒙德 有些事也是不可以做的 独播 殿下 您的仆人又为您带回了一场胜利 当您的国渡冲灵城时 我们将分享她的荣光 我们好开放 不是 有时候呢 可能我们还有一种 可能已经不是 不过 鞋子 为了 我说 我做了 注意 这是 我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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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